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看前面的屏幕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起 我们起誓又举荐自己吗 起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 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 因为那字句叫人死 经义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源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阿们 好 我们请丘牧师 为我们用新约执事的荣光 替我们来进行正道 我们用掌声来欢迎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我要正道的题目是 新约执事的荣光 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一节 三章一到十一节 一月份到八月份 我们都在讲哥林多教会 所以我们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还有他的背景都相当的清楚 所以首先要讲哥林多说到介绍性的问题 然后谈到承担的事 保罗说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据 乃是借着经义 因为那字据是叫人使 经义 卧着义 圣灵是叫人活 这也是我们这桌背诵的经文 接着保罗说 新约的执事 他的荣光 与旧约执事的荣光 做了一个比较 讲到新约执事的荣光 是越发的荣光 是极大的荣光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我们一起低头 祷告 亲爱的慈父 天父 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 愿说的和听的 都在神的爱中被建立起来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容神一人 荣耀归给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接着我今天要讲的大纲 有三点 第一 新约执事的凭证 第二 新约执事的本质 第三 新约执事的荣光 首先要讲到我们 新约执事的凭证 新约执事的凭证也有三点 一是侍奉的举荐 B是侍奉的凭证 C是侍奉的凭证 先讲到我们侍奉的举荐 格林多后书三章第一节 我们启示又举荐自己吗 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 举荐自己 人的推荐信 或者是推荐书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介绍信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推荐信是当时普遍通用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通行 我记得在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 我去学校报名 还要拿着牧师的推荐信 才可以申请学校报名 从使徒保罗说的 这段经文来看 暗示有别人拿着推荐信 进到格林多教会工作 这别人在格林多信徒面前 毁谤保罗 他没有推荐信 怀疑他使徒的身份 而格林多教会有些信徒 竟然相信这些人的毁谤 甚至有可能 还要保罗拿推荐信 给格林多教会表明他的身份 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说 这段经文 就好像我们 创立新中央教会的老牧师 有一天神感动他 让他回到新中央教会 与弟兄姊妹们 分享他的见证 难道他还要拿推荐信 给现在的主任牧师 他的女婿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毁谤人 他就是要来毁谤使徒保罗 那我们现在讲到 逼侍奉的凭证 你们就是我的见信 写在我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 所念诵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节经文 哥林多前书 四章十五节 你们学基督 因我在基督 耶稣里用福音 生了你们 使徒保罗传福音 给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建立教会 以他们一起服事 一共有十八个月 他在里面讲道 还有出去传基督的福音 为主做见证 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谁生病了 保罗就去探访 谁有困难 保罗就去关怀 所以保罗在生活里 牧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与他们的生命 是连结在一起的 这是被哥林多教会的 弟兄姊妹们 和众人所知道的 所以这个事实 在保罗和同工们 以及众人的心理 是他们是知道的 是被众人所念诵着 是不能抹灭的事实 所以哥林多教会 就是保罗和同工们的 一个推荐性的一个凭证 接着我们要说 侍奉的凭借 是借着基督的信 这里不是讲信心 这里是讲我们的介绍信 经文第三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板上 哥林多教会信徒 是保罗的推荐信 保罗也把哥林多教会 比作是耶稣写给他的信 是借着保罗和同工的服事成就的 使哥林多教会成为一封基督的信 表示他们可以见证保罗和同工们的服事的工作 如果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 把福音传给人 让我们的亲朋好友 同事 同学 可以借着我们来认识 福音 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能成为基督的信 阿们 现在讲到永生神的灵 经文第三节 的第二段 你们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灵 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头上 乃是写在新板上 基督的血 不是用墨写的字句在羊皮卷上 或者是旧约的石剑 刻在石板上的意思 这仅仅是知识的认识 重点是使徒他们服事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 乃是借着神的灵 在人心里运行 是与神的灵同工 在信徒身上做工 使他们心里深处 受到神真理的感动 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使信徒多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灵命称之所而有基督的样式 有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信 乃是写在新版上 接着我要讲到 大纲的第二点 新约执事的本质 这也有三小题 A是凭基督的信心 这里就是讲信心 不是在讲介绍信 B是凭神能有承担 C是凭圣灵叫人活 我们首先讲A 凭基督的信心 经文是格林多后书 三章四节的经文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 这段经文呢 是回应第二章 就是格林多后书的第二章 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 这十四节的经文说的 是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这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 这基督的香气 就是基督的福音 当福音的新香之气 借着基督徒的见证 在世界散发开来的时候 虽然领受的人各有不同 有人相信就得救 有人不信 将来就灭亡 不管是得救 或者是灭亡 这福音 都是基督的新香之气 Amen 如今上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彼得前书一章 二十一节 你们也因着他 你们也因着他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多在于神 所以我们知道 保罗的信心 是因为神的允许 才有这样的信心 接着我们说 凭神能有承担 经文第五节 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 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不是凭自己 保罗承认 凭他自己的才干和能力 并不能承担任何的事 所能承担的是指 他能够尽职的能力 乃是出于神 是指出于神的恩典 和赏赐 在旧约的指示 凭着他们是立位人的后代 可以靠着自己的宗族关系 在会幕里 侍奉和任职做祭司 但是保罗并不是亚伦的子孙 也不是立位人 所以保罗和他的同事们 就没有资格做指示 但是有神的呼召 有神的恩召他们 他们就有资格承担 服侍神的事工 保罗之所以能够服侍主 乃是出于神的恩召 我们有时候为主发热心 常常就跑到神的前面 自己就做主了 所以服侍主啊 重要的乃是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乃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第三我们要讲到 凭圣灵叫人活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或做圣灵 是叫人活 新约的指示 我们看使徒行传 二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保罗说啊 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明 要派你做指示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这两段经文 是保罗奉祭司长的命令和权柄 去大马士革的城市 抓拿基督徒 在路上他遇见的大光 主耶稣在空中呼召保罗 要承担做新约的指示 并为主做见证 所以保罗所能承担的新约指示 乃是出于神的呼召 现在我们讲到字句 以经义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或作是圣灵 是叫人活 字句原文的意思 是字母 文件 著作 还有书籍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这里意思不是说 我们所读的圣经上的字句是叫人死 而是指圣经上列出有关律法条文的字句 是那成文的律法叫人死的意思 我们另外来看两节经文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寻立法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立法本是叫人知罪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字句是指着立法说的 英文罗马书 律法 其实在西伯来文是托拉 托拉原文狭义的讲是摩西五经 广义的说呢 是启示的神 教诲的神的教诲 还有神的指示 启示神是什么样的神 祂是圣洁的神 所以祂也要我们圣洁 神的心意是用律法来帮助我们 克制我们不去犯罪 神设立律法是神的公义 因为罪会使我们与神脱离了 隔离了 远离了 最重要的是 律法告诉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合乌 神心意的生命 所以律法的背后啊 原来是神的慈爱 因为托拉让我们知道 神是圣洁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慈爱的 阿们 十界的律法有十条 前四条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后面的六条是我们与人的关系 这关系的背后啊 就是神要我们爱神爱人 我们讲到新约 十架的救恩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要爱神爱人 不管是十界的救恩 或者是十字架的救恩 都是神的爱啊 所以神爱我们 以前 神爱我们就爱到底 神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也确信如此 因为他先爱我们 我们也要来爱神 来回应神的爱 只要传福音 就是承担新约的指示 来荣耀神 归荣耀于神 阿们 所以律法的颁布啊 神的标准 但是人的软弱 人的罪性 没有办法达成神的标准 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 而罪的公价乃是死 因此律法看起来就像让人死亡 而律法没有像圣灵那一份叫人活的能力 Amen 接着我们来讲经意 原文做灵 也就是圣灵的意思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的荡人使圣灵进到信徒的里面 所以信徒能够承担新约的指示 保罗把新约的恩典与圣灵得救 和旧约的律法得救做比较 让我们看清楚新约指示的超越性 接着我们要说到圣灵叫人活 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耶稣说 人活着 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提多书三章六节 圣灵就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 浇灌在我们身上 这圣灵就是神 圣灵在我们身上一起同工 使我们能当当新约的指示 不是叫人使得律法自据 而是凭着圣灵的运行 换句话说 我们敬拜神 祈求祷告 传福音 为主做见证 这些呢 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 因此 圣灵乃是叫人活 讲到大纲第三条 新约指示的荣光 是经文 哥林多后书 三章七到十一节 这边也有三小题 一 属灵比属死的有灵光 称义比定罪的越发荣光 长存比废调更有荣光 我们先说 属灵比属死的有荣光 这属死的直视的荣光啊 是我们看经文第七节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直视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啊 因摩西脸上的荣光啊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的退去 这是保罗引用旧约 圣经出埃及记的经文 三十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所以我们也要来另外看其他的经文 加拿大太书二章十六节 没有一人因律法称义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反犯罪的就是违背立法 违背立法就是罪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说就业的执事是居于条文律法 是定罪叫人死的执事 是短暂的荣光 虽然摩西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出埃及地 但是却都倒闭在旷野 摩西没有亲自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 连他自己也死在旷野 但神还是尊重和荣耀他的仆人 当他在山上领受神律法的时候 因为神荣光的照耀 使摩西的脸也发光 虽然脸上的荣光会渐渐地消失 但属死的执事善有荣光 我们看到神还是荣耀了他的仆人摩西 现在我们讲到属灵执事的荣光 经文第八节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其不更有荣光吗 这一节的经文 答案在三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 我们来看经文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在这里就请接下面一张的powerpoint 就变成主的形象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属灵的执事是何等的荣光和荣美啊 虽然我很少照镜子 可是有时候我会为了耶稣 就看看镜子的自己 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呢 现在我们要讲到 称义比定罪越发荣光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我们先说 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这样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旧约在律法底下的侍奉 是借律法规范神的子民 而人既不能遵守全部的律法 所以必被律法来定罪 因此旧约的执事 乃是定罪的执事 神的慈爱让律法 是我们的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来称义 成为神的荣耀 Amen 现在我们要说 称义的执事荣光大 罗马书十章四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提多书三章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新约的侍奉 是带领人 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 所以称为称义的执事 而不在乎遵循律法 律法是因我们到新约的恩典 在基督那里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我们今天所领受新约的执事 是根据基督的救恩 他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所以称义的执事 比定罪的执事 就更有荣光了 讲到第三点 长存比废调更有荣光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第十一节 若那废调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从前有旧约的执事 和现在新约的执事 是因为神救恩的策略不同 神的救恩在旧约的策略 是十届的救恩 是以律法为本 但没有人可以能够满足 神的律法要求 所以旧约的时代 也称为律法时代 神的救恩在新约的策略 是十字架的救恩 是以恩典为本 人人都可以因性称义 满足神的要求 新约的时代 也叫做恩典时代 十届的救恩 虽然是神的恩典 可是作用小 效果不大 如同天上的星星 点点的荣光 但是十字架的救恩 却如白天大太阳 大太阳的荣光 相对对夜晚的星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现在我们讲到 长存更有荣光 经文十一节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这个十一节的答案 也在这个经文的后面 十三节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三节 不像摩西将帕子 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因为摩西脸上的荣光 会慢慢的褪去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节 西伯来文 八章十三节 记说 新约就以全约为旧了 但那见旧见衰的 就必快归无有了 所以这长存更有荣光的经文 还有两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 主必救我们脱离住班的凶恶 也必救我们进他的天国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就是主耶稣基督 阿们 以前是短暂 是废弃的 而长存却是永恒在天国的荣耀 我们不要轻看新约直视 这个位分 神又无法测度的恩典和慈爱 行回罪人的我们 神以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俗价 使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 保血的代价 可以重生做属神的人 是神尊贵的儿女 这尊贵荣耀 是耶稣基督保血的代价 可以让我们重生 做属神的人 这尊贵荣耀 真的是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荣光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在此要彼此的来劝勉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接着我们 接着我呢 有三点的结论 这结论的第一点 我们乃是基督的信 给人得救 有心生命 第二 我们乃是 凭神的灵 能承担 新约的执事 第三点 我们乃是 属天的荣光 不是属地 短暂的荣光 所以新约执事的荣光 是服事人 给人在基督里 有新生命的机会 让人得救 人生有平安 有盼望 有依靠 有喜乐 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说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是以世界最的权势征战 使神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全然成就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 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以及我们人生的意义 让荣耀归给神 Amen 我们低头 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是何等荣光荣美 能够担任 新约的执事 供应给世人 重生得救的机会 使人在基督里 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度 直到地极 归荣耀与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Amen 感谢观看